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野狼》约战刘勒和刘军 显示出惊人的实力 一局毁掉了刘勒和刘军的战车 原来他的目的 是要招揽两人加入自己的车队 黑魔秘密约见阿飞 坦言要求阿飞 为霍天设计新战车 参加亚洲迷你四驱大赛 霍天得知后 极力抗拒阿飞的帮忙 高小曼和阿飞叙旧 小曼提出与阿飞再战一场 两人在沙滩边 进行了一场不一般的比赛 你 你 你是 你是 阿飞 我认为霍天讯 坐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叫什么 娱宾 是 声音乐 小曼提出 几年不见 怎么突然上我这儿来了 进来吧 我是专门来谢谢你当年 对我的栽培 霍振博士 是吗 想不到不过短短几年 霍振博士就已经拥有 这么庞大的基地研究四驱车了 真不愧是迷你四驱车坛的霸主 过奖了 你这次来 不会只是紧紧来夸我几句吧 以霍振博士今天的成就 还用我这后背来奉承吗 话是这么说呀 你是我当年最得力的助手 要不是因为那场大火 也许你现在也是四驱车界队的名人了吧 所以我实在很佩服霍振博士你的毅力 一场灾结之后仍然是四驱车界的巨人 这算什么呀 听说唯天妃自火灾后 因为唯博士的缘故 一直在魔副队为你效力 他同样不能以真面目视人 你真残忍 想不到你对我的事还挺关心的 怎么能忘了呢 我这些伤疤也是败那场大火所赐 我还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在办公室里听见没有 里面烧着了 还是算了吧 莫振博士 不行 快去拿 如果你想重投我的公司的话 我随时都欢迎你 哈哈哈哈 重投入你的公司 哈哈哈哈 你的魔副队根本就不堪一击 我这次回来 不单要得到亚洲大赛的冠军 还会代替你成为迷你四驱界的新霸主 你以为没有了阿非 我们魔副队就快崩溃了 这未免太天真了 不就是只有K和M 还有你最疼爱的儿子霍天吗 既然来了 不如就跟两位师弟切磋一下吧 你不是正有此意吗 既然霍振博士邀战 我怎么好拒绝呢 他不过是霍振博士以前的助手 用得着我跟M一起上场吗 我看他不是容易对付的家伙 K 你可别乱来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爸爸 为什么比赛没有我的份儿 教训不知好歹的小辈 应该让我来上 霍天 霍振博士只不过叫我跟K跟这个 果然还是老样子 哦 你是 我是你爸爸当年的助手 不记得了吧 哼 管你是谁呢 要比就跟我比 哦 对了 现在你是全国大赛的冠军赛首 口气可越来越大了 你 霍天 你观战就可以了 想保存儿子的实力吗 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谁都知道 霍天现在的成绩是靠很多人的帮忙 特别是阿飞 你 爸爸 我一定要教训这个家伙 爸爸 我一定要教训这个家伙 爸爸 这条赛道 看起来简单 只有普通的直道 弯道垂直环道和断裂赛道 其实是测试战车基本战斗力的最好赛道 完全没难度 你们的赛道难道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阿飞怎么研制战车那是他的事 再说他已经离开魔符队了 现在魔符队最强的就是我 去吧 天外魔符 既然在普通赛道上比赛 只好用普通的动作来抄前了 霍天 你没意见吗 什么 好样的 霍天 当然了 这个人 这些 这些 está这里 回向我 乖 sola 你的毛符 叉込 他飞もう他 什么 可恶 什么 可恶 可恶 这家伙反应真快 居然可以完全躲过我的攻击 我没办法了 让我们来收集你吧 一对一的攻击没用 你们两个来加击我吧 那就用这招来对付你了 这两个小鬼 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想跟我同归于尽 你们还不行 居然让他看穿了 但是他的车居然一点都不受电流攻击的影响 这绝对不是运气 该怎么办 怎么搞的 比了这么久 才跑了一半的路 阿飞怎么会设计出这么个破赛道出来 霍天 不想想爸爸的话 魔副队可要输了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等着瞧吧 哦 这样就好啊 还有什么绝招就使出来吧 可别让我白跑一趟了 哦 终于追上来 哦 终于追上来 这几个小鬼 这几个小鬼 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可以很好 攻击我的五党版赛道 都浪费了 他们想干什么 霍天 我们的战术成功了 让你尝尝魔副队最强的干扰电流吧 这是替霍天还给你的 我的超音战俘啊 以为我会上你们的当吗 霍天 我现在就要毁了你的车 不 是阿飞给你设计的车 这么远 不可能打这么大 怎么会说我这幻影血服中招了呢 真可惜 打歪了 不过听说幻影血服也是阿飞的杰作 我要输了吗 咯 点亮用完了吧 霍天 超 jingle 今天我玩的真高兴啊 只可惜时间太短 没尽情发挥我的技术 我的三位赛手 由你这样的前面来给予指点 实在是感激不尽 爸爸 你说什么 我有点事 你自辩吧 爸爸 霍震还是把成败看得太重了 你人已经离开了 居然还向你提出要求 爸爸 你认为我应该帮霍震叔叔 为霍天研制一辆新的战车吗 如果能借这次机会 解开他多年的心结 消除对我的误会的话 我是不会反对的 阿飞 你觉得呢 我知道这个要求对你太过分了 可是 原来你们在这里啊 哥哥 一起去俱乐部吧 听说亚洲大赛快到了 很热闹的 还可以顺便去看看 哈哈先生和唐冰叔叔 来吧 阿飞 去吧 别扫了阿龙的信了 好吧 爸爸 走吧 阿龙 爸爸 再见 拜拜 阿飞 连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开始不懂你了 算了 你回来我就知足了 这里的赛道一切正常 那里的赛道也一切正常 还有这里的也正常 好 一切都很完美 小朋友玩得都会很开心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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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脏啊 搞卫生的人真不负责任 是你的脚印哪 那么对于这次新的赛道的讲解 就到这里了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谈 各位再见了 阿飞阿龙难得在这里见到你们两兄弟啊 我和哥哥是专门来看你和哈哈先生的 听说亚洲大赛快开始了一定很忙吧 哈哈哈哈是啊 赛道设计赛程安排 报名忙得大姐小姐都向我投诉了 哈哈哈哈 这不是唐冰叔叔您一直以来的愿望吗 哈哈哈哈被看穿了 不错 能为这么大的国际赛事设计赛道 一直是我的心愿哪 真令人期待呀 我绝对不会让赛手们失望的 对了 哈哈先生呢 哦 那他在哪儿啊 嗯总算干净了继续检查啊 吓死我了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来的 我们已经在这里站了十分钟了 我们的心理事长怎么连清洁的工作都做了 哎 栏杆脏了 当然要擦干净了 亚洲大赛还有一段准备时间 你就放轻松一点吧 谁说我紧张了 我这叫重视 亚洲迷你四驱车大赛四年才举办一次 是四驱车界的盛世 云集了亚洲各国最顶级的赛手 是每个四驱车迷新猪的梦 好了好了好了 难得阿菲阿龙来看我们 不如我们一起 不如来我的新办公室做一做啊 新办公室 请进 请进 原来就是上任理事长的办公室啊 我们这位新任的理事长 不只是有责任心 还富有童心啊 最近是比较忙了一点 这里比较乱 老汉本来就是这样 跟忙不忙没有关系 哈哈哈哈 还是说说四驱车的事情吧 赛道的设计 对比赛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尤其在攻击性装置流行后 传统的赛道就得改革 虽然俱乐部已经有制作 适合攻击型战车使用的赛道的经验 但是亚洲大赛必计是大比赛 会有许多国外的赛手参加 绝不能够大意啊 所以我准备了这个 难道这个是秘密武器 看 用零食引发灵感吗 我希望两位全国冠军 能为亚洲大赛提点意见 这些都是报酬 这是那个猛虎队的技术顾问肥进教我们的 他说用零食跟赛手交换一件最有效了 我说错了什么 阿刚阿灵怎么还不来啊 害我等了这么久无聊 早知道去哈哈先生那里聊一聊 说不定还可以大吃一顿呢 哦 前面出了很多肉滑油 怎么还有杂硬啊 那我这个猛虎队的技术顾问帮你看看吧 哦 没劲啊 哦应该是齿轮老化磨损 你换一个新的吧 真的吗 还有啊 你的导轮是乱装的 这个 一定要配合车壳的设计 果然不浪费马达动力的 虽然果然是个专家 什么都懂 我也有问题要问 哈哈哈哈 我说八道 哦哈 我看你的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 你说什么 别不懂装懂啊 你才不懂装懂啊 你是不是组装之后马上涂了日滑油 是啊 哈 那就错了 新车装好之后不能立刻上涂滑油 应该先让战车空转十分钟 再打开齿轮箱 把齿轮运动时产生的粉状物吹掉 再涂热滑油 跟着再轰半几分钟 脏鱼就会想很多 嗯 说的很有道理啊 这叫磨合 这么基本的支持你都不懂 也比较技术固问嘛 你说什么 居然想看我赔劲 哈 就是瞧不起你 好 我要跟你比一比 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比你厉害 没问题 好 要说我赢了 你就 请我吃汗草包 哈 就打到二十个汗草包 带你要一口气把它吃完 赶了 好 一百个我都能吃得下 只要你买得起 对不起 嗯 嗯 嗯 万千太干越梦中 千路遥远看不透 想走在没尽头的孤岛 看不透 放弃我的梦 就算街道有不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